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報》的YouTube頻道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1月4日,首先要帶馬Sir馬來勒根 各位網友好 社長雷敏汪 大家好 和我家燦三的 大家好,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去我們大台《芒向編輯報》 還可以去我們的《二台正向報》和《三台沙冷氣》 點贊、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平經濟反攬炒好訊息》傳揚出去 這一節就想說一下 我們在2020年1218B 這一節就說過 中國出現了一個網絡租房APP 叫做彈殼公寓 他就一口氣 他在那一天之前一兩個月就爆破 結果他的營運方法 我們現在大致講一下 就是問他 他首先就做二房東 他就問一些住各大公寓的大房額 就租了他們那些大房 好像一千呎房 然後就改裝做一些小房 好像劏房那樣的東西 然後就分租給那些小房東 那些要北漂上來的那些 入城市做事的中產人 那些年輕人 但是當他租出去的時候 就需要他們給一年的租金 或者半年的租金 他就維持了大量的錢 如果他正正常常交給房東就沒事的 不過這幫人呢 就行股額 就是把這些錢打包上市 就證券上市 結果就一次 今次的2019年的疫情 就令到他連環爆破 那現在就過了 那他中間甚至上過 這個美國的那些什麼Nexter 那些這樣的證券板 打算去夾水 怎知道仍然都是失敗 搞到牽連大波 因為他是代表了小房東 交錢給大房東的 那現在他爆破 就沒有錢交給大房東 大房東收不到錢 就要問小房東拿錢 但是小房東那些小租客拿錢 但是那些小租客 已經給了錢的了 已經給了錢的了 結果就引起到很大的社會衝動 那各個市呢 都有不同的做法 那我們在那一節最後呢 就是說 比如說深圳市政府呢 就和所有其他那些 一起做那些地產代理 就找他出門做租房地產代理 就用來試一下他們去成了這些問題 解決這件事情 做和事佬解決這件事情 但是現在差不多一個月過去了 到底有沒有用呢 那麼我們找到 就是有一些報導 就是講了 有一個記者 就走了進去這些彈學微信群那裡 公寓的虎放的人的微信群那裡 就想講一下 現在過去一個月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好的 第一個就是一位姓周的朋友 周先生 周先生呢 他在上海的 他算是最早知道彈學出事的人 所以他就盡早 在十月底已經聽到有事 這件事在十二月才大爆 在十月底他已經知道彈學有事 彈學公司就給了兩個方案 不如你快點搬走 重新租住 我們彈學公司名下另一間房間 第二就是直接解約 是的 直接解約 我就會全部給你 違約金的這樣說 無論是怎樣做呢 其實他都要把現在出事的那個 公寓搬來 銀行格局會就要兩個星期 於是就想想想 這位周先生 周先生本身是互聯網的IT人 OK 那他不如我觀望一下 就是租住其他的 看看怎麼辦 這樣說 其實跟他同樣的租客 就有兩種 他們大部分都有工作 但是沒有錢的 沒有存款 當初他們是用了這個彈學公寓的服務 就是因為是那些推銷員 推銷他們的 他們當初是不夠錢 他們不夠錢 去到成年 找到一份工 但是沒有錢 那彈學公寓 他就跟彈學公寓 就說 我們這份工收入不錯 現在沒有錢怎麼辦 我們想租房 要給上期下期 那彈學就說 好啊 我借錢給你去做 那你還錢給我 當做租金 加上那些息口 就有得賺 那他彈學自己跟那些銀行 那些銀行 搞一起做 由於他說 預先支付一年或者半年的租金 那彈學租了 計那條數有數為 就這樣做 於是他一年 一預先 就給了一年二萬五千九百元的租金 那解約之後 那跟他一起住 還有其他人 他有四個人一起住 除了他之外 另外三個就馬上解約 但是解約那些就死了 拿不回之前的租金 反而呢 就在他那個apps那裏 就是他們的彈學apps那裏 多了兩萬多元的彈學credit 那那個credit是怎樣的呢 那個credit其實就是當初 所謂的彈學幣 即是說以後你可以 繼續用我公寓 那些代用幣 好像支付寶那些 那些東西來的 那些東西不收拾就是 是啊 那就麻煩了 他退了兩萬多元 那幫人退了兩萬多元 就吐血了 就沒有辦法 現在那些失誘 沒有辦法之下 就唯有自己儲了那一萬元 就租過第二道就算了 而這位周先生呢 就發覺他現在的租金 就被人套住了 又不能搬 然後沒多久 彈學爆了 那就糟糕了 他就發覺 到了11月 他下班回家 彈學爆了 沒有讓房東自己偷偷地來 換了馬鎖 好 無家可歸 無家可歸 應該這樣說 首先是蛋學公司的人去做了先 那他於是就馬上打電話給彈學發生什麼事 彈學就不接他電話 於是他就報警 報警就說 喂 是彈學自己做的 你自己找彈學 喂 彈學都禁止了我 好在呢 他就發覺 原來那天他沒有關窗 那他 我看那個 他住那裡 就是一樓來的 不是30樓 一樓 沒有關窗 那個窗 剛剛跟那個走廊 就有L字形 他可以數進去 於是就 發聲就數進去 然後一個禮拜之後 房東就出現了 就說 好啦 我現在自己還有一間房 我可以讓你暫時進去住 你不要再留在我這間裡了 彈學欠我租是彈學的事 你就是你的事 那我們慢慢再 再談其他的事 周先生聽到就很開心 你這個房東很正直 感動到 就是內生再報 那麽 然後呢 就說我和彈學馬上解約 但是其實呢 周先生的算盤就是 因為他現在租住的地方 交通方面 他想繼續在那裡住 就想著先跟棧學解約 再跟這個老房東 聊聊聊 可以加一加幾租 繼續那裡住 然後就搬了出去 那他想著搬出去住 但是他又不夠錢 於是就跟那個房東說 我想繼續在那裡住 可不可以五五分帳呢 那那個房東就行 輸了那些錢 輸了那些錢 就一人一半 是啊 其實五五分帳的意思就是 因為這個蛋殼爆煲 其實就令到雙方都有損失的 那如果大家可以坐下來談 每個派對什麼一半呢 那之後再聯手 向這個蛋殼的老闆維權 那其實就 是可以的 一條比較好的出路 是 但是由於這個 周先生就說 我給蛋殼的錢 我給到他六月 六月之前我就不可以再給你房租了 不過他預先說 我輸了的 我給你多少 五分帳 如果輸了 譬如我欠你兩萬元 變成我欠你一萬元 算了 好不好啊 怎樣怎樣說 那對方就說可以可以這樣 那為什麼周先生會這樣說呢 其實當時 在全中國很多的房東 和有出問題的租客 在和事佬做的之下 都是用這個交易 結果 過了七天 十一月二十日 那麼 那麼 周先生 就說去找 警察 因為他 當他第二天 下班回來 發覺 鎖了門 窗都鎖了 他怕起來 他就第二次去派出鎖 說喂 被人鎖了門 怎樣怎樣 那麼他快出鎖呢 既然是這樣 我和你出頭 就找了個房東來 結果等了四十五分鐘 那個人說 你等我四十五分鐘 我趕來 結果是沒有鎖 搞到凌晨一點幾 是啊 都是沒有辦法的 他已經被租客 那個房東 跟他說 什麼都沒事 可以談 你先上班 他自己真的去上班 回來被人鎖了門 結果他沒有辦法 沒有訂去 於是 唯有去一些 二小時的便利店 坐到天界 繼續上班 很慘很慘 那時候是冬天 然後他唯有去找酒店住 找一些Airbnb發 那些地方住 但是都要找地方住 但是又要搞很多事情 對所有的鎖 鎖到他就快發瘋了 後來他也要再找那個房東 喂 讓我進去拿回那些東西 可以不可以 那個房東是不理他 有一天他 他又過了幾天 回到他 那天是十二月頭 他又發覺 他路經回自己的房子 發覺原來那個房東 找裝修隊進了房子 把他所有的東西扔出門 他又很生氣很生氣 那搞不好 等一會兒我們會說一下 其實也不可以怪房東 為何要這樣做 那警察就跟他說 他唯有又找警察來 他無理他他 扔了我的東西出去 他騙我出去 換了鎖 讓我放工回來 扔我出去 我每天經過 現在你扔了我的東西出去 找裝修隊你算怎樣 那警察就說 喂 這間房子是個房東的 房東是有權在他房子做什麼都可以 他斷你水電裝修 有什麼都是房東的合法權益 他現在做什麼都可以 但是周先生總算都可以進去 那他是要求房東 你沒有水電都沒問題 你給我多幾天 等我找其他新屋住 我現在住酒店很慘 大哥 他一直都可以進去 到最後他是租到房子 過了兩三天租到房子 把房子全部收走 但是當他堅持 要留在那裡做釘子戶那幾天 那個房東是不停的 給微信他 趕他 怎樣怎樣 而且並且說 我裝修這裡很大殘 你有本事住 小心 很多石棉 你會廢積殘 恐嚇他 結果他有一次是頂不住 就在這個支符上面寫一篇文 把所有的東西都說出來 並且說了一些很晦氣的說話 究竟房東想我怎樣 是不是要逼我去做空中飛人 和房子玉石俱焚 一說完之後 市民就很熱心 他想做空中飛人 立即打電話給警察 警察就把他拿去 然後他就沒辦法了 總算自己現在有個新鬥口 但是又虧了一些錢 就搞到他雞毛鴨血 但是無論怎樣也好 那個死人頭蛋殼 給了他一萬元蛋殼幣未分 沒意思的 如果這間公司 如果這間公司已經破產 或者清盤的話 那一億這個credit也沒用 不可以變回錢 當是錢利用 第二個就比他更加慘 就是一個叫Mark的人 他在11月就從外國回去 外國其實就是紐西蘭 因為他之前自己登的照片 就說他在國外租房 沒被人騙過的 那他那張照片 就是拍著紐西蘭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因為紐西蘭有些特別的樹木 其他地方沒有 他家門口就有兩棵 其實他就說在紐西蘭沒有被人騙過 就是在外國生活那幾年 就被兩個中國人騙了幾千塊 這樣 那 講句不好聽的話 在外國騙人呢 就是西蘭不是沒有騙人 只不過你接觸不到而已 但是為什麼人家 就是會被中國人騙兩千塊呢 或者幾千塊呢 被兩個中國人騙了幾千塊呢 這些其實很普遍的 因為這個世界有一個東西叫不熟不熟 專門是找一些留學生下手的 有些人根本就是 是很可惡的 那 沒有辦法 無奈 這些是 那好了 那他當然現在認為自己都是被人騙的 這個馬哥 那繼續 家陳繼續說一說 是 那當他回到去 第一件事是找訂主 於是就遇到一個中介 中介呢 就介紹那時候已經是11月 在網絡上如果有留意的 就知道這一個是很嚴重的了 就是彈學已經爆破了 爆破得很厲害 但是黑森中介還跟他說 找彈學 有屋住 就走了去住 那這裡要補充一下 等一下 這個要補充一下 是什麼呢 為什麼11月的時候 已經是說爆得很厲害呢 11月9日的時候 彈學公寓就被央視 爆了它 深陷這個流動性危機 在11月9日爆出來 是不夠 cash flow 那 11月6日的時候 中國執行訊息公開網 就有資料的 就說彈學公寓關聯公司 自己和北京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又增加了兩條被執行人的訊息 執行標就是超過520萬元 那好了 10月4日的時候 其實已經傳了些什麼呢 就是彈學公寓破產走路 那個消息就上了微博熱手榜 嗯 那麼當日 晚一點的時候 彈學官方就回應 他們就說 這些是部分合作方 因為糾紛而採取的過激行為 散布虛假言論 那其實再之前 其實已經開始有點裸裸的了 6月18日 彈學公寓就發佈了一個公告 說CEO高靖 正在接受當地政府有關部門的調查 並且宣布任命聯合始創人董事和總裁崔岩 擔任代理CEO 接著 南方週末在8月的時候就報道 高靖被調查一事就牽涉到國有資產問題 不過要加上疑似 疑似涉及到國有資產的問題 那麼其實再早些已經有些問題了 2月初 當時疫情剛爆出來 彈學公寓由於強制房東免租 但是呢 就不告訴租戶廳有得免租 哇 輿論就 其實這要吃甲棍 輿論就當然質疑 之後深圳市就發生了 彈學公寓業主 土耀租金最終維權事件 當時已經很嚴重 那麼好了 11月9日之後 央視爆了之後 就越來越嚴重 彈學就徹底裂開 那房東租戶就全部陷入困境 那麼有個租房的女孩子 就拿把刀 這個我們之前的節目有講 你可以聽詳細的內容 拿把刀和房東對視 那麼 在廣州就有一個18樓 做空中飛人 嗯 大Q國的全部都 你可以聽回那些 那麼現在說回 由家燦說回Mark的困境 嗯 那Mark 很開心 上去住第二個禮拜 突然間 見到個房東 那房東上來 就說 你Mark霸了我們房間 你要是要付錢 要是要走人 嚇到Mark 次善 立刻報警 那時候 警察已經遇過很多單 蛋殼租客的問題 於是呢 一聽到 我又是蛋殼啊 你自己搞定它吧 那邊 然後呢 然後在到11月尾27日 彈殼公余呢 那些租 協調不到 那些 那個房東一來到就說 我不聽 我不聽 你說什麼都不聽 你要錢我給500元 你聽不聽我講話 那一聽到之後就說 好好好 你給500元我就聽你講 於是就說 既然你想什麼 因為他是問學借了錢 他是屬於跟蛋殼借錢交租那種 如果他搞不清這一筆債的話 他的credit會發生問題 所以他就打算在月底解決了跟蛋殼之間的借錢問題 再另外跟這個房東簽合同 我現在給500元就代表 我想繼續租你這裡的誠意 他說可以 但是一個星期之後 房東又來了 因為那時候他還沒搞定那筆債 一來到就說 一輪機關槍狂鬧他 是完全地鬧他 並且說我已經在這裡 要收回房子 你這個死人樓快和我走 趕他走 我這個電子鎖門鎖很值錢 我要留給客戶的租客 你不能夠宣伤他 你給我快點找 不斷趕他 不斷趕他 簡直是撥虎麻糟 而且馬上拆掉了門鎖 讓他沒有門鎖 結果他馬上第二次報警 這次他和房東都去了派出所 那麼那個警察呢 都是很耐心聽他們在這裡 吵架 那個阿嬸就不停地吵架 就帶了個調解室 與其調解室到不如被人罵 最後那個年長的警察就跟馬上說 你不要扮人家房 這樣說 你不如你快點搬吧 人家搞不定 可能他自己也頂不住那個房東大嬸 那媽媽不服氣 就說我和蛋殼簽了合同 那警方就說 那你自己和蛋殼說吧 到最後 其實中國他自己是有一套 有一個專門做調解的阿姨 又不是專門做調解的阿姨 又不是專門做調解的阿姨 要澄清一下 其實街道辦 有人是做這些工作的 這個要說清楚 這是內地的制度 不是每個街道辦都有這些情況 但是每一次出了這些大問題的時候 街道辦是會安排一些調解的人員的 這個要解釋清楚 就是調解的人員 就給了一些溫暖的阿姨 總之阿姨就幫了 這個阿姨最後幫他調解就是 阿姨給1500元房東 房東幫他弄好電子門鎖 就是這樣 好 然後沒多久 從此他住了在那裡差不多一個月 但是那個房間就過來 就是給錢 水電費管理費物業費 費什麼費物費 最後就拿了一萬一元 到了12月底 一個月租金三千元 已經累積到給房東雜稅一萬元 一萬元之後 他搞清楚和單學的數目 直接搬 沒有辦法 搞完之後 他都只是說花錢買教訓 有什麼辦法 其實都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我們講講最後一件第三件 關於房東 這個房東是很好的人 他是一個土生賭場的上海人 但是因為疫情已經沒有了份工 但是好在他自己用錢買了一棟房子 就打算放租出去 2017年買 就找單學做二房東 跟他找 這樣可以遮蓋一條數 誰知道現在這棵蛋殼爆了 自己又沒有了份工 簡直是神經病 但是他很好人 他沒有立刻上門去找那些租客 他們只是用微信跟那些租客說 他就認為不要搞這麼大堂事情了 而且那班租客都是年輕人 而且很多都是大學畢業 我跟他們講 看一看怎樣 有辦法 有辦法談 是啦 慢慢談 其實已經欠了幾個月租金很慘 他已經受不了 希望大家協商成功 五波搞定他 正如我們第一單的時候 講周生那壇 大家不分錢 要不然我都不行 但是對方是不冥情 哦 我沒有錢有什麼辦法 這樣 於是他就越來越焦慮 到最後最後 但是到最後最後他頂不順 因為mortgage那些壓到他瘋癲 最後他唯有找律師 律師說 你跟蛋殼解了藥之後 用強硬手段 你沒有辦法的了 於是他就決定 趕人走 甚至賣了他現在住的那間房 趕人走 自己租回那間房 這樣做 因為他自己背不起那兩間房 他經常都想去告這個蛋殼公余 但是但是又告不到 就是他只是希望那幫租戶可以替他想想 但是那幫租客不幫他想 他唯有用行手段趕人走 他對這件事他感到很傷心 所以可以看到為什麽頭兩單 為什麽對方租房東那些人是這麽鬼死 就是因為你放過他 跟他講有些人是問不住 就是大家沒有互信 是沒有辦法的 這樣是最慘的 這個就是蛋殼公余爆破之後 一個月在上海這個大城市裏面 不過是冰山中國所發生的事 是的 應該還有很多 是的 應該還有很多 那其實這個就是所謂在 無互聯網包裝之下 然後又突然搞那些 黏著黏著的那些東西 那些什麽金融東西 到最後會發生什麽事的後果 所以當有些人說馬雲這樣做 在無互聯網包裝買金服好 當我們說有問題 我們那時他們聽一下這件事 就會明白其實是很麻煩的 那我們都講到這裏 就希望這件事能夠快些解決 就是其實租房 遇上租霸 搞著如意房東 這些事情都是很頭痛的 那希望這個算是一個經驗 告訴大家 盡量要小心 那好 多謝大家 拜拜